而对于国防部取消披挂执行带 在军教片当中饰演排长的艺人姚元昊 跟饰演班长的赵俊雅都说很可惜 不过呢 当过兵的姚元昊也透露说 他有一次拍戏的时候 就挂着这执行带就进厕所了 还被成功领的连长叫出来骂了一顿呢 因为执行带在军中可是荣誉跟神圣的象征 一旦戴在身上也有很多禁忌的哦 继续来看我们的报道 听到执行带三个字 在军教片饰演排长的姚元昊收起玩笑 因为他闹过一个大糗事 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在部队的时候我背执行带 然后很急很急 想要去上厕所 想要去小剪一下就对 然后到厕所去 结果突然被连长叫出来 就真的连长叫出来 你出来 然后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执行带是不能带进厕所的 这样你会倒大煤 那其实他厕所不能带进去 洗澡的时候也不能带进去 挨马后没当过兵的姚元昊 才知道执行带在军中地位神圣 饰演班长的赵俊雅 就没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过去 可是在马祖当过真正的班长 一个连一百多个人 你的执行带就那 同时可以背的就那两三条 是个荣誉啦 我也觉得也是个骄傲 我执行带也是够在内部柜 那内部柜就高高地打开嘛 那我们也是最上面一个构子 这执行带也是让他这样 整整齐齐地这样垂下来的 一条执行带故事说不完 赵俊雅系中批的三色执行带 属于班长佩戴 有内而外蓝白红 象征青天白日满地红 排长则是全红色的带子 连掌是佩戴红白红 交替的执行带 当我背执行的时候 其实我虽然是个演员 可是我走在部队的时候 很多人是武士都跟我 掌控 所有人都跟我长官好 那我也会跟他说好 军人有那条执行带 反而胸膛更挺 而且是把他抓得更紧 然后感觉的气势是更有了 既然不是在战场上 我觉得那这个执行带是不是 更应该保留 你过个十年 很多年轻人或者一些 都会不知道什么是执行带 还要问执行带就进了军事馆 得知军中已经取消执行带传统 两位营木军官大叹可惜 当过兵后才知道 包包的执行带 承载着看不见的重量 民事新闻 唐光南 陈威瑜台北报导 他会想起来